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希拉里发表演讲称中国正挑起一场全球战争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在访问新西兰 他在7号在奥克兰的一场集会上表示 要警惕中国在新西兰获得政治权利和影响政策决策的努力 中国在这里的影响力正在崛起 这个地区民主倒退的后果对全球具有巨大影响 这刚好迎合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些保守派人士 鼓吹的中国影响力渗透的说法 据《卫报》8号的报道说 希拉里演讲时渲染中国威胁论 称中国试图对别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影响力 甚至挑起一场新的全球战争 而被他点名表扬的新西兰学者 竟然曾经将家中的抢劫案也归罪到中国头上 希拉里说中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内政策干涉 和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同样明显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家们拉响警告称 中国正努力攫取政治权力扩大决策决定的影响力 他还援引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者 安娜·玛利亚·布莱迪的说法 称一场新的全球战争已经拉开帷幕 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然而这番蓄意抹黑中国的言论随即被 西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称作是毫无新意 阿德恩告诉记者 西西兰需要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时发挥主导作用 言外之意就是说不需要别国插足 据商业内幕的报道 西兰里称布莱迪在研究中国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这位学者确认非常针对中国 今年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时 布莱迪竟然将办公室和家中的入室抢劫案跟中国拉扯上关系 称这似乎是对他研究中国工作发出的威胁信号 澳大利亚罗伊研究院8号发布了一份权力指出报告 证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报告指出 虽然美国依然在亚太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财富影响力权力等已经明显自吸往东转移 美国在这份报告当中得分是85分 中国紧随其后得分是75.5分 西西兰先驱报中文网的报道 约有3000当地人周一晚上到场观看了他的演讲 希拉里在这次演讲当中 他的跨度非常大 从家长里短到奥克兰一树山 从朝鲜半岛局势到与川普的关系 都被纳入了他的演讲范围 希拉里称赞了新西兰的民主制度充满活力 这正是当今世界所急需的 他说 西西兰成功地将拥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 希拉里对新西兰的另一个赞美重点放在了性别平等 周一晚上的演讲 由新西兰前总理珍妮·西普利主持 她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你们现在都迎来了第三位女总理了 希拉里说 在西普利之后 工党政府迎来了三连任的总理海伦·克拉克 去年大选 杰辛达·阿德恩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理 有记者在8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讯问中方有何看法 发言人耿爽表示 没有看到这则新闻 需要回去了解一下 耿爽重申中方的立场说 中国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也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政治干预的说法 纯属无稽吃谈 中国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摒弃零和思维 摘掉有色眼镜和中方一道 共同促进各国友好关系 希拉里将于本月的10号和11号 分别在墨尔本和悉尼进行演讲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